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海飛揚 那麼這一波的行情其實我一直告訴各位 我說你要去操作的是主流股 要做趨勢型的主流股 那你絕對是可以一大波段的一個獲利 那所以我陸陸續續挑了幾檔股票 跟各位做一個實際的一個交易的分析 那你可以看我們的交易 看我們的操作 你就發現其實這些標的它就是履創新高 甚至偶爾拉漲停板 為什麼 因為它是趨勢型的主流股 它拿了出成績單 它有題材 它有基本面 它在趨勢上 今天又創新高了 除完全息之後今天馬上再表態 馬上又再做一個表態 二四五四的聯發科 對不對 二四五四聯發科今天怎麼樣 再創波段新高 我已經講了好一陣子了 我就幾乎每天在追蹤追蹤給你看 那所以不管是聯發科也好 今天郁金光也創波段新高 對不對 今天郁金光也創新高 五二六九強塑也創新高 那短時間內這個月的剛啟動上來的新標的 三二二七的原項今天也創新高 四九六八立基今天還是創新高 你會發現其實就是幾個概念在這邊走 這些概念都是一個趨勢型的概念 5G 聯發科就是5G的指標星 對不對 指標股 平蓋 郁金光 那郁金光基本上接下來它不單單只是一個平蓋股了啦 5G啦 平蓋啦 半導體的標的就是我告訴各位 現階段你要去留意的在趨勢型上面的一個標的 可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在趨勢上的標的很多 可是你要怎麼挑 你不可能待會兒買一堆股票啊 不可能 你一定要針對重點在操作 那重點操作一定是針對他們的買點到的時候出手操作 你不可能呢 不可能同時說 這八檔十檔都是趨勢型的好股票 都有成績單 交得出成績單的 拿得出財報數字的 所以我全部都要買到 不管你在什麼位置 我們在會員就是買 不是 不能這樣子做 你要在好股票上面等好買點 因為我們是來賺錢的 我們不是來蒐集股票的 我們是來賺錢的 客戶來這邊是真的想賺錢的 每個月都要賺 那你一整年下來一定大賺 對不對 我就講 我說 如果你每一檔標的你的買點都找得漂亮 都找到趨勢型的主流股 主流股的整理的尾巴的買點 你抓得到 那你每個月一定都賺 你只要能夠抓到主流股 而且抓到主流股的整理尾巴的買點 你一定每個月都賺 那你每個月都賺 你一整年一定大賺 所以我說你們不用先去設定說 我們今年要賺多少 你不用講這種東西 你就先講 你是不是做得到每個月都賺 如果可以 你今年一定大賺 你年年都可以大賺 那問題是來了 問題來了 那你要怎麼做才能夠每個月都是賺錢的 很簡單 各位 其實不難 你不要頻繁的交易 你不要買進 賣出 買進 賣出 頻繁交易 不要做短線 不要那麼吵短線 不要 你要一檔股票幫助你賺幾十萬 或者是上百萬的獲利的這種操作手法 那你前提 條件很簡單 你的買點必須是整理的尾巴 主流股的整理尾巴買點讓你找到的話 那基本上一定是一個大波段賺上去的 所以你一整個月下來 其實你不用做很多檔股票 你鎖定那麼兩檔到三檔左右 真的夠了 那個獲利幅度遠遠超過好多好多的投資率 對不對 連發科 四百多塊的時候這個地方 壓縮到尾端 對不對 跳空上去 五月十九號我就跟你公開介紹了 剛剛開始啟動 就慢慢走慢慢走 這才剛開始喔 剛開始就六十九塊了嘛 對不對 四百一到四百七十九 這樣三天就六十九塊了 你或許認為結束了 那事實上不會這麼簡單的 我當初跟你講過了 他整理之後 啟動上來 5G的指標就看他了 連發科 這樣上來八十塊了 這樣上來創新高八十七塊半 九十五塊創新高 一百三十五塊再創新高 然後開始看到外資調高目標價到七百塊 五百多塊 從我們四百一十塊跟你講到五百四十五 創新高 外資跟你說他調高目標價到七百 很好 很有效 很有趣 四百到五百之後才跟你說 他要調高目標價到七百 我覺得很棒 你要調高到八百九百都可以 重點是四百一來的時候你買了沒有 那個整理尾巴的主流股的整理尾巴 買點到的時候你在哪裡 沒有人跟你講 所以你根本沒買 你看多可惜 你就鎖定一張股票 各位 你有沒有五百萬 如果你有五百萬 你買十張還有找 對不對 你買十張還找你九十萬 對不對 不用用完五百萬買十張 買十張這樣多少 一百三十五萬 沒有結束喔 我寫什麼 我跟你說這是持續在累積的喔 這是持續在累積的喔 又創新高 對不對 所以我說你要買哪一種股票 各位一百六十六囉 十張五百萬四百多萬對不對 四百多萬十張這樣多少 一百六十六萬 這樣可以賺了一百六十六萬 還沒結束喔 它在創新高而已喔 再來 一百九十六 再創新高 那基本上不是六百零六啦 不只啦 應該是兩百二十六塊多了啦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早上在印字卡的時候 是六零六創新高啦 可是現在過了中午之後呢 已經到哪裡了 六百三十二啦 所以以今天來算的話 已經不是一百九十六啦 你買十張的人啊 差多少啦 差兩百二十六萬了啦 連發科 好啦 那我跟你講的主流股 尤其是指標的主流股連發科 它在動 那請問你 5G呢 你要看多還是看空 還是因為今天大盤在創高了嘛 震盪 你又開始有多的想法了 你又開始覺得你看創高了 然後今天指數你看創高 又開高走低又怎麼樣 又開始想東想西囉 好 你需要這樣想嗎 指標股跟你講我繼續創新高了 你還要想什麼 你懂什麼 你就不用想多了嘛 今天如果連發科也在修正 那或許對啦 母區可能先休息整理 有這個機會 可是問題是人家在創新高耶 對不對 好 同樣是5G 同樣是5G 人家今天也在創新高 我收過的股票就是這樣子喔 你在什麼位置買 你在什麼位置買 也會影響你操作過程中的心態 如果你去 像昨天 昨天很多個大漲 你跑去追了昨天大漲的股票 今天開高走低 你怎麼想 哇 你又開始緊張了 會不會有問題啊 會不會要開始修正啊 會不會怎麼樣 可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想過 或許你買的是一個很好的股票 只是你追在一個相對高檔區 可是因為你的做法會影響你的情緒 跟你的判斷 這不是我們所要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講 我說買點只有一個 唯一買點 整理尾巴 買在整理尾巴的好處是什麼 我賺最多 我買的最低 我賺最多 而且呢 漲上去過程中 如果遇到像今天這種行情 很多股票如果說震盪一下 你根本不會擔心 為什麼 我買在整理尾巴 我賺一波了你才震盪 我根本沒感覺 你懂嗎 所以連發科在漲的過程中 有沒有震盪 有啊 問題是我們沒有感覺 因為我們買在最低啊 你買在410 你根本不會在乎連發科過程中 500多震盪 對不對 480的震盪 510的震盪 沒感覺 因為你買在410 這就是買在整理尾巴的好處 太多了各位 要賺錢 唯一買點 你要堅守這個唯一買點 那你每個月一定都會賺 每個月都賺 然後呢 你一整年一定大賺 你不要去換來換去買一堆股票 立基 也是5G的啊 對不對 也是5G啊 它6月營收創高 第二季營收創高 上半年營收 全部都創歷史新高 這麼好的股票 如果它漲不動 那我認為5G你也該休息了啦 對不對 好啦 結果連發科創新高 你說大盤震盪 我連發科就創新高啊 你說大盤震盪 我立基這麼好的股票 我今天創新高啊 我今天繼續漲啊 對不對 昨天禮拜一漲停 有沒有 這裡買是不是一定賺 那這是什麼位置 循環指標壓縮 動能指標壓縮 趨勢指標壓縮 量能壓縮 那告訴你什麼位置 整理的尾巴嘛 這就是整理的尾巴 準備啟動 那所以我們在這裡買 到昨天漲停 然後今天呢 今天又漲 繼續創新高 你在這裡買 到這邊來了 所以問題來了喔 就算啦 有沒有發現 就算它今天 整理 沒有漲 你會擔心嗎 不會 為什麼 我講了嘛 你在整理尾巴買的人 有沒有 你在整理尾巴買的人 就算它今天沒有繼續強攻 今天 開高震盪走低 震盪震盪 你會影響你的心情嗎 不會 因為你已經賺一波了 那結果它呢 不但不休息還繼續攻 所以其實我還能告訴各位 我說 為什麼我說它是唯一買點 因為買在整理尾巴的人 好處太多了 你絕對是賺最多的 然後你的壓力絕對是最小的 然後你絕對是最不會受到情緒干擾的 你絕對是最後最大贏家 因為你買在唯一的買點 整理尾巴 對不對 立即這麼好的股票 好啦 就算你 你假設你昨天快拉漲停 你跑去追了立即 收盤漲停板 你或許是賺錢的 可是今天如果說立即沒有漲 它震盪呢 你會不會又開始想東想西了 又開始緊張害怕了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你買的是最好的股票耶 可是因為你買的買點不對 你還是會緊張害怕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長輩的朋友 尤其是長輩的朋友 或者是退休的投資朋友 你今天買的股票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如果你可以買在整理尾巴的話 其實你可以避免掉 許多許多你情緒上的壓力 那個不會是我們要的吧 對不對 我今天如果說我今天報名錄會了 結果我操作了 你的操作還是讓我感受到無比的壓力 我覺得 我覺得我還是自己操作就好 對不對 所以既然你選擇要跟著我們操作 那請你 請你接下來看我們怎麼做 我們這樣做 為什麼能夠帶給會員 你不需要情緒上的緊張壓力 為什麼 因為買點就是在整理尾巴了嘛 3227的原項 那幾棟前我也跟你預告 有沒有 我說我在追蹤這種股票 那也差不多了吧 趨勢指標壓縮 循環指標壓縮 然後呢 動能指標壓縮 趨勢指標也在壓縮 量能在壓縮 就隨時準備要上去了嘛 這是誰 這是原項 好啦 那昨天禮拜一 原項怎麼樣 公漲停 是不是買在整理尾巴 就漲停了 買在整理尾巴 然後慢慢先墊高 墊一高之後 啟動 那你已經賺一波了嘛 對不對 原項你已經賺一波了嘛 那如果今天原項沒有漲呢 今天開高走地震盪呢 你也沒影響 做股票就是要這樣做 你不能夠 你做股票的方法 每一次股票只要一修正 你又害怕 又短期又套牢了 又怎麼樣 又開始賠錢了 不是這樣做的 那代表你的做法需要修改 所以做法決定一切嘛 你最後的做法決定一切了嘛 最後你發現做法真的最重要嘛 埋在整理尾巴之外 它又夠強 人家今天在休息 他不休息 你看他今天繼續攻 再創新高 已經大賺一波了 這一波各位 一百萬的操作已經賺幾十萬了 你不要小看這圖卡上面 這一小段各位 這一小段你不要小看它 到今天再創高 原項 一百萬的操作賺幾十萬了 那更不要講 資金大的三百萬五百萬操作的投資朋友 那個獲利數字你會發現 為什麼我常常講 其實你不用買一堆股票有沒有 因為你會做的人 你會在整理尾巴買標的股票 買股票的人 你會怎麼做 你的獲利數字是很可觀的 所以你就能夠感受到 為什麼我今天常常講 我說你不用買一堆股票 因為你真的會做的話 鎖定一堂股票整理尾巴到了時候 你資金可能兩百萬三百萬買下去就好了 如果你說老師我真的不敢 那你分兩檔到三檔操作也OK 那最多最多就兩到三檔左右 你不要買一堆 沒有用 鎖定一兩檔會上去 走一波段上去 給你的趨勢主流股 你覺得絕對夠 那個獲利數字絕對夠 郁金光 走完了沒有 要走之前我先跟你講了 對不對 三十九天的準備上去了 六月一號 沒有人跟你講 講完之後 六月一號講完之後 隔天六月二號開著漲停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我們不是六月二號去買 去追漲停 不是喔 我不是去追漲停喔 我們在五月二十六號就開始買了喔 你懂我意思嗎 那什麼叫五月二十六號 五月二十六號叫什麼 這個位置開始買叫做什麼 叫做整理的尾巴 所以賺錢了嘛 所以我們買了那種位置 那請問你 你想要真的賺到一個大波段 那過程中它一定會震盪嘛 你不能說 每當一個波段過程中是天天漲 沒有這回事啦 那既然一個波段過程中一定會修正 整理 震盪 甚至拉回 那你能夠賺得到整個波段 你抱得住 原因 絕對沒有第二個原因 就只有一個 你買的位置 對不對 你買了整理尾巴 你絕對抱得住嘛 有沒有 我管你衝浪過程中有沒有黑K 有沒有震盪 我就是繼續上去 我就繼續抱著嘛 我在這裡買的 我怎麼可能抱不住 這樣子才一百二十二塊 這樣子賺一百二十二塊 你不要以為一百二十二塊很多喔 買十張賺一百二十二萬 各位 有些客戶真的會打來問說 我們要不要先獲利下車了 因為很多客戶 他過去操作 他沒有賺過一檔 賺超過百萬 你知道嗎 他有資金 他有資金 來這邊之後 買郁金光 就買十張 沒有幾天時間賺超過一百萬 趕快打電話來問 要不要先賣了 為什麼 不是因為他不認同郁金光 不是 不認同他就不會買了 是什麼原因 因為他從來沒有一檔 可以賺幾天之內 賺超過一百萬 所以他在想說 我是不是要先獲利 我們就是告訴他 你就抱著 對不對 你就抱著 因為你要賺波段的話 你是留著 跟著我的指令操作 你就跟著我的指令操作 就對了 六月十六又逼近漲停 有沒有 又創新高 你看整理之後又創新高 那如果你不是這裡買的人 你抱得住嗎 這裡你可能又害怕了 又擔心了 對不對 情緒壓力又來了嘛 你看 又創新高 已經一百九十三了 你看剛剛才講一百二十二塊 到現在已經一百九十三囉 買十張已經賺一百九十三萬 將近兩百萬了 當時撥電話來說 要不要賣了 現在不會問了 繼續抱著了 不會再問了 因為他們知道 為什麼我叫他們留著了 他們自己也看得出來 就這個趨勢成形了 十張他們到這個時候 已經賺一百九十三萬了 還沒結束 持續累積 對不對 兩百零三 十張賺兩百零三萬 十張賺兩百二十二萬 會不會上一千 你覺得呢 七百六十一了 你覺得會不會上一千 又創高 七月二號 十張差多少 兩百八十一萬 今天七月七號禮拜二 我們的原項創新高嘛 對不對 我們的玉金光今天也創新高 今天七月七號禮拜二嘛 對不對 原項剛剛有講過了嘛 今天創新高 玉金光也創新高 雙雙再創波段新高 你看七百八十八了 差多少啦 差多少 差三百一十三萬了 十張三百一十三萬 那會不會上一千啊 會嗎 還是 還是 不止一千 不用猜啦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 你撥電話來問啦 因為節目中我也不可能跟你講 我們規劃它大概 你要怎麼操作它啦 只是說 假設啦 它真的會上一千以上 那請問你要怎麼操作 你要怎麼做 對不對 跟上我們的腳步 任何一檔標的 我講過的 那個買點很重要 那個買的時機 還有什麼 買在什麼位置很重要 那 下半段回來呢 我要再跟你聊 新的一檔新的標的 等一下我們 節目回到現場之後 我們再來講這個新標的 但是等一下記得 如果 你對我們的操作 有想要更進一步的了解的 有什麼樣的 不了解的地方 或者你對我們的操作 手法裡面認同的 那 歡迎你 加入我們 撥電話 跟我們聯繫 我們等一下再回到 節目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現場 葡萄 你 你 尤其 正 你 被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所以你会发现 今天这个标的也创新高 5269的详绰 我已经讲过了 中美双方都要推 晶片的一个自制 当然会有人受惠 受惠的你知道在哪里吗 在这里 我两边我都受惠 详绰 6月10号我就跟你讲了 他就刚突破真理 真理尾巴刚上来 亮能压缩 刚上来的标的 第一天我就跟你讲 6月10号第一天我就跟你报告 5269详绰 后来到6月11再创高 继续上去 反正一个波段过程中 你要接受他能够休息 你在这里买的人你当然能够接受 你追上去的人你就紧张害怕 所以你操作过程中会有怎么样的情绪变化 其实就是在于你的买点在哪里 对不对 你买在真理尾巴里有什么好担心害怕 你绝对是赚最多的 你光买一点你就赢了多少人乐 而且你心里要知道 你要的不是那个5% 你要的是什么 我要一大波段 然后你要知道你每个月 你最后结算 你都是赚钱的 所以你一整年下来 你绝对是大赚的 我们的做法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客户 每个月都赚钱 而且我们靠的不是让客户 平凡的交易啊 这里赚一点点 那里赚一点 不是 我们不是靠买一堆 平凡的买卖买卖不是 锁定重点标的 一整个月下来 跟着这样指示操作 进跟出动作 每个月绝对结算都是正的 我们给客户是这样的明确的东西 那我节目中所讲就是告诉各位 为什么我们的操作很明确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什么位置是买点 那怎么做呢 做得到嘛 对不对 你是做得到的 各位你既然有本事 在整理尾巴买股票 那请问你 你是真的做得到的嘛 对不对 那请问你 你可不可以要求 每个月都要赚 可以嘛 你当然可以要求 你要每个月都赚 因为你可以买在整理尾巴买 为什么你不能要求 你每个月都要赚钱 要买主流股 各位 不要跑去买了一堆 有些基本面 也拿不出成绩的股票 或许它有时候会有一些买盘 会有一些想象的 或炒作都有可能啊 有些股 因为很多股票都有可能会涨 可是你要选择 你还是得选择 没有基本面的 纯粹是一个炒作的 或者是有一些主力色彩 太重的 你可以选择不要做 对不对 我要赚钱 我可以带我的客户赚钱 可是我会选择让我的客户 赚什么样的钱嘛 主流股 要赚主流股的钱 要操作主流股 5G是不是主流 是 半导体是不是主流 是 对不对 这些就是你要赚的钱 这样子 600 今天又创新高 695块 695块 一档股票 有没有办法赚到1000块 已经赚695 现在是700块了 一档股票 有没有办法赚到1000块 一张赚100万 当然有可能嘛 对不对 看你买在哪里嘛 看你买在哪里嘛 你能够在整理尾巴 这里买进的人 我第一天 我就跟你报告了嘛 对不对 你看 已经将近700块了 一档股票 如果可以赚1000块 我常常带给我的客户 很多客户 他们过去自己操作 是没办法 做不到的 从来没有做过的 我带给他们 譬如说一档股票 获利幅度超过一倍以上 甚至要挑战1.5倍以上的 譬如说一档股票 赚超过500块的 太多的 太多的 他们新的体验 新的感受 那这一切一切 都来自于什么 你的做法 你给客户的挑的 一定是要趋势主流股 这个你不用再想 一定是 那趋势主流股里面 如果你又能够 带他们买在整理尾巴 买在整理尾巴 那上去过程 波段过程中 要赚1倍 要赚1.5倍 是可以发生的嘛 对不对 上去过程中 要赚500块的价差 是可以发生的嘛 要赚超过1000块的价差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期待发生的嘛 那一切一切成功 都来自于什么 第一个 你的买点 所以我常常讲说 做股票就是这样 你一出手 那个当下就决定输赢了啦 你在什么位置出手 就决定输赢了 只是那个当下 你感受不到啦 但是在我们看来 很多投资者做的动作 我们大概就知道 他到底做股票 能不能够赚到钱 短时间或许你看不到 长时间 你一路这样看下来 你就发现 买点才是真正的关键 才是输赢关键 来 5G还有高频材料要留意 我们在追踪它 这个标题也是要留意的 它通过Intel AMD的大厂认证 高频材料出货持续放量 毛利率大要进 所以跟随着是营收获利 也开始跳针 那就等什么 好股票要等好买点 那好买点一定是要在压缩 压缩之后准备启动钱 才会是真正所谓的一个 整理的尾巴买点 所以我们操作股票的买点寻找 都是一样的逻辑 我只买整理尾巴 而且我只买主流股的整理尾巴 趋势型主流股的整理尾巴 因为我们要带会员赚的是赚大的 我们要给客户不是带他买一堆股票 不是 是锁定那么几档股票 让他们去赚波段 然后呢通过这个做法 他会发现每个月的结算 我们都给他一个正的获利 真实的正的获利 可能30% 可能40% 可能更多 那这样下去 一整年下来 客户绝对是大赚的 所以最后我还是提醒大家 我节目讲这么久 我每天所提醒各位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理念 一个做法 对的理念 对的做法 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认同我的理念 做法的投资朋友 信任我的超盘团队的投资朋友 诚恳地邀请各位 就是今天 赶快加入我们 我们来买最新标的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知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現身評估 硬似負投資風險